五来岸石拿都庙的前方 有着一栋两层楼高 外形设计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建筑 写着石拿都文国楼 这是一间刚启用不久的孤儿院 它是在石拿都庙里市 与孤儿院院长的山里牵引下 组合而成了一家慈善中心 不只为不幸的孩童捎来夹阴 也为无来岸新村登天了一丝人文关怀色彩 文词《育幼院》的前身 是位于雪中双溪龙的孤儿乐园 专门收容孤儿或被遗弃的孩子 谈及搬迁的原因 院长李特欣唯唯道出其中的缘由 孤儿乐园是因为我在那边 毕竟是住家 住家的话 毕竟你如果是你要收留更多的孩子 会吵到隔壁林区 而且那个是住家 这个车来来来往往也很多 所以也是很危险 所以然后那时候从2008年开始就一直想说找一块比较适合的地 然后比较偏远的不要说靠近住家 其实我也是希望说可以做到老安少怀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是心念就是想说找一块三一抹的地 但是想说老人宴也办 孤儿宴也办 还可以控制学院一半 但是这个是一年还不成熟了 所以就乌室了很久也没有出现了 急不来的了 那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斯拉都 他们理事有意愿要办这个孤儿宴 但是没有头绪 所以就是我是很大胆 就是直接找他们的村长 然后就跟他谈起这件事 那他就把这个案就跟那个理事会讲 那透过开会好几次 他们也去参观我们在办些什么 那大家了解之后 他就拨出了这块地 大概两万方程的地给我们盖 于是耗时一年多的育幼院 顺利在2017年的6月中竣工和启用 新院所规模庞大 拥有完善的硬体设施 如男女儿童的房间 厨房与饭厅 图书馆 教员室 院长室 礼堂 志工室 音乐室 读经班课室等等 李院长说 这里能给孩童们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 并且计划增加收留孩童的人数 目前是大概有15位而已 那我们可以容纳 顶多是40位 我不要太多 种植不重量 他们年龄就是我们针对收容年龄 大概是从12岁开始收 婴儿也可以收 但是比较大的我们要考虑 如果是说他们非常叛逆 不容易带 所以收容年龄是12岁以下 除非他们有兄弟姐妹 没办法跟他们分开 那我们也要观察他们的品性 就是看他们有三个月试用期 他们OK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留他们在这里 通常这些 我们是说被虐待的 或者是说遗弃的 或者是他父母亲都完全就没有能力吸毒者 还是在监狱里面 还是说毫无身份 没有身份的 这些单亲的都可以收 单亲的我们要查 看看他的这个妈妈还是爸爸 他的工作能力 是不是不稳定 还是完全一个房子都没有 如果是符合我们的条件 我们才收他们进来 除了秉持一贯的宗旨和原则 李院长也保留了文慈育幼院的名字 那时候的名称是孤儿乐园 但是后来就是想想 道场的前辈也说了 你用孤儿乐园这个名称 对孩子可能会有损害 所以就不想不想用这个名字 就改名为文慈幼院 文慈是我们前辈的这个佛号 所以用他大德者的一个佛号 就比较有力量 上天前辈他们都是来 一一的来关照照顾 步入大厅就可以看见一尊孔子像 墙上还挂有孔老夫子的 礼运大统篇全文 本身是受英文教育的李太仙 早期在姻缘之下借出了佛法 了解到人生无常 有能力就要及时付出 于是开办了孤儿院 后来接触经典 又把经典教育融入孩子的教育中 希望能把生人的教育普及推广 黄才贵博士他们有推行说 做人出事的道理 这些经文都会给他们讲解 那他们有理解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在他脑海里面 所以你一讲解他们就很容易明白 文慈育幼幼院自社里以来都是依靠着社会善长人 欧望捐助 然而搬迁到新环境之后 不只面临人手缺乏的问题 开支方面也大大的增加 早期是住家嘛 住家你可能两三个员工就够了 都是好像当作是自己孩子嘛 但是你来到有这样大的一个规模 就人手必须要增加了 之前也没有说要守卫 而且现在也要有一个守卫 因为地方大而且周围都是山 万一孩子一个弄丢了 那是很大责任 然后老师行政还有厨房啊 这些早班的晚间部 还有他们要注重他们的功课 这些都要请各一个部门 都要最少一个老师 所以这一方面人手要多的话 经费肯定也要多 比他们以前早期多一倍 文慈育幼院四周环境清幽 翠竹里木缓绕 是个适合孩童居住和成长的地方 这里不单只是这群孩子的家 也是良好人格塑造的教育场所 李院长深感则无旁贷 希望孩子将来能有所成就回馈社会 那希望说有外面真的是孤儿 或者是真的是需要帮忙的 你看到了你可以联络我们 那我们也是给我们有机会学习 跟这些孩子学习 不敢说我们教导他们会变成怎样一个很优秀的 但是最起码有缘 有缘就会来 希望说有缘的孩子都能够进来 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文词育幼院如今迈入了第15个年头 相信未来在一人一善 众志重重的协助下 该育幼院能帮助更多孤苦无依的孩童 让他们感受世界的温暖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